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 N与阿Lam 频道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唐狄生的生平时迹 唐狄生是1917年6月18日出生 这是1959年9月15日 唐狄生原名叫唐康年 是著名粵剧作家 组织是广东的香山 有个说法是在吉林省的灵安苑出生 他就扭合了文学和电影艺术 为粵剧艺术作出重大贡献 唐狄生在湖江大学毕业 有一儿子三个女儿 根据唐狄生的遗伤 正如郑孟霞所说 唐狄生在1917年6月18日出生于 现今的东北黑龙江省 但据一些学者的推断 唐狄生大概是在上海出生的 直至1935年才回到广东中山上学 唐狄生年少时 就在中山院翠康村纪念中学读书 他曾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主持一些学生运动 推动反对专制自校的护校行动 运动和号召学生和乡民支持抗日 在1937年初 他就去到上海 先后入读过白学美术专科学校 和湖江大学 并且加入了湖江剧团 活跃于京剧、画剧和电影圈 在1937年夏天 日军侵华 唐狄生被逼绝学 于是他就南下到了香港 找到他的唐姐姐唐雪卿 并且加入了唐雪卿 和她丈夫薛角仙所创办的 《角仙星男女》剧团 担任抄曲院和实习生 当时剧团 郭先生剧团 已经有默少夏、南海十三郎 和冯志芬等人 担任开戏师爷和编剧 于是唐狄生 就拜了南海十三郎做师傅 他也曾经跟随过 冯志芬等人学习写戏劇 不久他就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粤剧作品 这部作品叫《江城解语花》 由小生王白俱荣主演 从此展开了他的编剧生涯 1956年 任劍辉和白雪仙 就成立了先凤鸣剧团 他们就聘用了唐狄生 做这个驻团的编剧 和打理剧舞 于是他就帮这个先凤鸣 编写了《红楼梦》 《卯丹亭惊梦》 《蝶影红尼记》 《帝女花》 《紫差记》 《九天元女》 和《再细红梅记》 等等这些著名的剧目 由于他的持绰修例 深入描写人物的感情细子 而且自创风格 终于成为了一代宗师 在1959年9月14日晚上 唐狄生的新作《再细红梅记》 就在利舞台戏院首演 当晚演到第四场《脱症救赔》的时候 唐狄生就因为脑出血中风 就昏倒在观众席上 随即便被送到圣保禄医院抢救了 但是很不幸 在翌日九月十五日凌晨四时四十五分 就终于不治 中年四十二岁 在同月十六日下午 就在曼国殡仪馆出品 就在曼国殡仪馆出品 遗体 其后就安葬在荃湾 华人永远墳墙 1986年已过世多年的唐狄生 就获得香港电台追班十大中文金曲的金针奖 这个金针奖是一个乐坛最高的荣誉大奖 这个奖项是由他的遗伤郑孟霞代他领取的 在1989年 他的遗伤郑孟霞 就将唐狄生的三十四套作品 就以十万港元的价钱 就转售了给娱乐唱片公司 接着我们就跟大家讲讲唐狄生的家庭和婚姻 在1937年9月23日 唐狄生就和薛国仙的十妹 薛国青结为夫妇 婚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这段婚姻维持不到三年之后 就离异了 其后去到1942年 唐狄生就和擅长舞蹈的上海 京剧名领郑孟霞结婚 并且生了两个女儿 并且生了两个女儿 她就将她老婆演艺的造艺 吸收了 将这些吸收的京剧和舞蹈的元素 加入了在她粤剧的表演里面 令到她粤剧更好看和出色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唐狄生的故事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唐狄生的故事 拜拜